失智症最初期病症并非只有记忆衰退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的资料 失智症的早期症状可能包括 记忆力减退影响到生活 忘记近期重大的事件 而且即使经过提醒也无法回想起来 这种情形还会持续恶化 计划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困难 例如忘记预约 无法按照指示完成工作 或在做决定时遇到困难 生活上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难 例如忘记如何使用熟悉的设备 或无法照顾自己 对时间或地点感到困惑 例如搞不清楚早晚、年月 或找不到回家的路 对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关系有困难 例如无法辨认熟悉的人或物 或在走路时容易迷路 说话或写作的用字上出现新困难 例如词不达意重复自己 或无法理解他人的话 物件放错地方且失去回头寻找和重作的能力 判断力变差或减弱 例如做出不合常理的决定或无法辨识危险 此外失智症患者可能还会出现以下行为异常 容易怀疑 例如妄想配偶有外遇行为等 个性上转变 例如变得易怒、焦虑或退缩 漫游 例如在夜间或无目的地游走 如果您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亲友有上述症状 请尽早就医检查以排除失智症的可能性 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预防失智症的方法 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多吃蔬菜水果、全骨类、低脂肪乳制品 并限制红肉、加工食品、含糖饮料的摄取 规律运动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或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保持社交活跃 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 参与社交活动 学习新事物 学习新的语言、技能或知识 可以帮助刺激大脑 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 这些疾病都会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戒烟、吸烟会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延缓失智症进展的关键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